大家好 歡迎收看 祈福讚我是黃培 說大盤昨天創高1668 昨天 他今天就好像感覺 比較大幅度的拉回來 比較大幅度拉回來 那還好有盤又他拉回去 那說這個結構 大概明顯他就是會 先進入震盪整理 昨天創高 其實昨天我們很詳細的 跟你分析到說 昨天那個創高應該不是推動 他是一個小微波假突破往上 然後他會整理會再拉回來 好 當然 我說分析你要有憑有據 不是用猜 那個其實可以解讀得出來 我說他有沒有給一些訊息對不對 大盤的部分 我說這個長線的結構 其實還算清晰 可是這個長線的結構 還很簡單 是往上做多往上做 那你昨天做到昨天高遠 那今天下來不是又殺掉 那個切入的點 切入的點其實才是輸贏的最關鍵 而不是說反正趨勢就向上 你就一路做多 講很簡單 沒有那麼簡單 沒有那麼簡單 那9月18 這個是一個分界點段落 10963 10963我說這個賣動 這個賣動 他整理9月18有沒有 9月18在這裡10963 你看他整理很久 很久完之後 我說再來 這個是10月3號 10773到11021 然後拉回來 拉回來10880 這10月9號 這10月9號 10月9號10880 我說那個10月9號 他是多空表態的最關鍵架區 因為他如果往上推升 他是一個1拉回來轉2 那個2拉回來比較深 大概0.618的位置 大概刺激勢量區 就是這一段10773到11021 這一段10773到11021 這15分鐘線 這一段就是這一段 那你看這一段是不是 12345小坡 一個明顯的推動 那這個壓回來 壓回來10880 這刺激勢量區 然後大概也0.0那位置 那裡就是決定多空的最關鍵 那就從那個地方 14號 因為他連假前4天 就連假前一天 10月9號 國慶連假4天晚 跳上去14號 14號這天黑棒是10月9號 然後跳上去 就一路黏上去 黏到最高來11668 這地方是10月3號 就那期貨的1073 我說這一個推出去 破底穿頭推出去 壓回來壓回來那個地方 10月9號 那個是剛好卡在連假前一天 連假前一天 否則那應該是一個 很好的一個布局的一個時機 很好布局的一個時機 這個絕對不會是馬後炮 這當下10月9號都有跟你談到這個部分 都有談到這個部分 好 那就從10880 這個小時 10880 就是小時線10880 那是一路上來的 小時線10880 壓回來10773這個地方 彈回去10880這個地方 一路到昨天11675 這過程我們就比較 我們現在比較追蹤比較最近期貼近旁邊的 因為這對實務操作比較有幫助 其實這些都會一直跟你連貫一直下來 節目時間有限 我們講最近這一兩天的 當然這個重點我會講 就是整個它發展的架構 好 那發展到最近這一兩天 昨天 這今天 這昨天到11675 11675 這一段你就不要看了 現在 因為這個軌道明顯不同 從11316上來11675這個軌道明顯不同 你現在 實務操作你現在先追蹤這一段 11316到11675好 11316到11675昨天是過高 過高11316在這15分鐘線 這一段好 這一段就是這一段 我們就追蹤這一段就好了 細微賣動 實務操作來追蹤 316到11675 我說你這個地方如果再推動的話 你這一段它拉回來 11600已經重結這裡 所以它這一段一定是怎麼樣 某一個賣動的最後一小段 它是某一個賣動的最後一小段 這一段 這一段 推動的這一段 某一個賣動最後一小段 那它拉回來 它不會說重新推升 然後這邊拉回來 因為它拉回來都幾乎到七兩年 所以它這個地方 也是最一個推動的最後一段 那大概就這一組 這一組 這邊有一個推動 這一組 然後這邊 那前面還有一組 那就這個結束 那結束之後這邊壓回來 我說這個上去11675 昨天跟你特別談這一段 11600到11675 這一段 這一段 這一段如果推升的話 表示這前面這一段 等於一個簡單整理 就開始推升 我說它可能性幾乎是沒有 幾乎是沒有 然後它 微波假突破的可能性是最高 所以我們昨天才跟你判別說 它那個過高 就我們的判斷 它是一個小微波假突破 所以它要先回來整理 它要先回來整理 有沒有這個地方 你直接推升的可能性不高 那又不可能說從這裡開始又推個123 因為它是拉回來重疊 所以就 這一段推升就只能重新推升 可是這裡簡單 太簡單整理了吧 這個整個波段整理 比這個細微的整理還少 所以可能性不高 好 那判斷它是一個V波假突破 675到675對不對 那它是要壓回來 那今天 這675在這裡 你看它今天壓回到558 壓回到558了 有沒有 這完全沒有 就是說這一段從650 這邊是一個A 然後它就是一個V波 我會講V波就是這個結構 就是它前面有個A 然後一個B 那結束在這裡 這一段結束在這裡 這一段大概就結束 結束在這個地方 1654 拉回來A 然後B 對不對 有沒有 對照一下 是我跟妳談的 這個地方 654 然後11600 彈上去675 有沒有 675 這是B 我說這是B 小微波 假突破它拉回來破底 肯定要破600也要破 破了大概558 到558 這是初步 這初步 那它今天到558又彈回來有沒有 你看它這邊是558 其實這個還算明顯 它那個558你看 它細微埋動675下 還是一段兩段三段四段五段 12345 而且這裡面是大中小 大中小 你自己去算 這都差一點點而已 這邊是大中小 所以你看它彈回來會彈到哪裡 其實也呼之欲出 那個答案也呼之欲出 那彈到那個地方 可能可以再壓回來 可能做一個三段式的整理 所以暫時 我說暫時 昨天是錯過高 我說那個不是推動 它暫時還是要先進入整理 我們分析都分析未來 譬如說昨天我們跟你分析今天的盤 分析未來對你有幫助 那你聽了下去就聽了下去 你聽了懂其實會受益很多 因為最近都還有電子盤 那你節目看完你在做電子盤 其實都還很好做 還很好做對不對 那是不是分析馬路炮 不是 這昨天跟你談的都是 我們節目是兩點的 你分析完看完 剛好去做電子盤剛剛好 有沒有 這個地方我說它 這個是假突破 假突破好 那最高就11675 昨天就一路下12345段 來到1558 有沒有這個結構都完全 那現在你看 這一組 這一組 現在這一組走完對不對 它現在進入一個整理型態 這樣就比較像 你說這個整理完整理完 ABC 然後ABC結束 是不是又來個ABC又不管 這個整理完以後 能不能再推 如果能再推 那比較像話 因為它至少整理了一段時間 你不是說沒整理直接推 可能性不高 因為如果沒整理直接推 那一定還在同一個脈動 那是還在同一個脈動 這個你要把它釐清 那現在整理好 那應該持續 這一段應該還會在這邊持續整理 很多人會看它一路不不就這樣 暫時也還沒有那個殺盤的力道 說實在 暫時沒有 所以今天往下一殺殺到158 你不要再去追空下去 以為整個要崩了 沒有那回事 股票你也不要去殺在那個低點 沒有必要 反而很多股票你可以 那個地方如果是 你空手 你這個地方還可以接 當然這個個股表現是差異很大 個股表現完全不同 你要怎麼接怎麼接 那個是完全是看個股 完全看個股 那大盤的部分大概這樣 應該啦 它這個地方會持續怎麼樣 整理正段一段時間 所以我們這兩天開始 其實都會去短線應對 我們也短多 我們也短空 都短線應對 都短線來應對 應該會比較適合貼近近期的盤式架構 我說你這個盤有點難 可是你還是要想盡辦法把它擬清 擬清出來靜下心來 應該還是怎麼樣 可以應付自如 還是可以應付自如 這個盤最難在這一段 我說是跳上來以後 就一路黏上來 那黏上來這一段 然後後來這個現在開始 這個節目已經過了就過了 之後這個地方大盤 期貨是11316 推上來這一段到675這一段 實務操作近期你就是先追蹤這一段就好了 前面那個都是分析就是把那個盤式架構 接下來怎麼發展它有一個邏輯 有一個輪廓 可是實務操作就是要看這個東西 可不如實務操作你就是要看這個東西 對不對 那尤其昨天那個過高 以為又要從沒有 你看前面那個整個脈絡 整個結構就知道 這個是尼泊甲突破了 那尼泊甲突破果然 它今天拉回來 有沒有 這你追在這裡跟殺在這裡 是完全 這個是一來一回差很多 一來一回差很多 對不對 同樣你說做多做多 你就在這邊 你殺了一定認賠的 那認賠有一句殺空又上來 對不對 好 那這個結構大概這樣 我說呢 昨天先跟你講 大概那個已經越來越清晰了 尤其是那個細微的脈動 長線的部分早就很清晰了 長線的部分早就很清晰 我們定調從10773 它是一個推動型態往上 這個很早以前就定調了 長線的部分 從10773這個地方 10773定調它是一個推升往上 這很久以前就跟你談到 可是那個長線的部分 只是一個輪廓 實務操作還是要看短線的架構 實務操作還是要看短線的架構 因為這樣會比較有效率 比較有效率 這齊全的部分 所以你看 像這樣的話 我們昨天說那個 VIPO假如說 所以你看 我們昨天會去做 會去掛 像你看我節目完 你電子盤去做都還來 這是快三點了 盤後電子盤 這個掛這個幾乎都 掛得太準 11665上下三點做空了 昨天最高11662 那這個剛好到三點範圍裡面來 這特別會你的期望 掛得稍微高一點點 有點瑕疵 可是其實我們有跟他 到那個範圍裡面來的話 到我定的範圍裡面 其實我定的範圍都不多 就上下三點而已 到那個範圍來 你就自己要注意 就是要去進單 要去進單 到665上下三點去做空 去做空 做空的話 昨天最高到662 那你如果有應對 你就可以空到這個地方 對不對 好 那這一筆當然會比較有瑕疵 可是這個就很標準 這個就穿架了 這個是盤後的 這個是普通位11660 11660上下三點做空一筆 這個就很標準 這是盤後的 昨天的盤後的11660 11660空就剛好在這邊 昨天最高 他就是你掛在這邊 你收到我call訊 2點56分你去掛 這邊就是大概這個地方 就可以剛好到10660 就一定成交 穿架 這一定穿架 因為最高11662 10 我又寫錯了 11 11 我最近用什麼11 111萬1 這有沒有寫錯 都寫錯了11 這昨天11660 11660 那這個安打的部分也是掛11660 11660 這個是定價的 11660也是都剛好穿架成交 這個寫對了 11660 11660 11660空 11660 這是昨天電子盤的那個TIC圖 11660空 剛好都是最高 剛好穿過2點 11662 所以這個可以空得到 其實我們找那個定 我們盤後是發一大堆沒有 就一通而已啦 就一通而已 不是說你發一大堆 然後這個比較準拿出來講沒有 我們盤後電話就是一個價位 大概都是一個價位 當然有時候是兩個價位 兩個價位是什麼 有空掛空的價位 有掛多的價位 才有兩個價位 否則都是一個價位 不是說我掛空了 我一個50也掛60也掛70也掛空 沒有沒有這樣子 那個都是一個價位 所以其實這樣金文柱是很夠 11660 11660空 對不對 最高162 對不對 那今天今天就下來 今天就一路下11558 11558 有沒有好11558最低 所以這個方向 那個方向是昨天過高 過高675 可是那個是小微波假突破 小微波假突破就要真拉回 可是這些真拉回假突破是怎樣 大極速的嗎 可不可以這是重點 你不要以為說 老實在建高了沒有 往下一個 不是喔 是小極速的而已 小極速我還要強調 那個都是比較小範圍的小極速的 就是都是小極速而已 你老實在過高 開始建高那一路上 不是不是不是 這個是針對這個脈動先修正而已 針對這個脈動 它能夠修正到哪裡 第一波修正到這裡很漂亮 彈回來也很漂亮 那如果能夠再修正可能到哪裡 那個都要心中有數 不是整個結構 這整個結構 目前來看還好 目前來看還好 你看這一段完了以後 這一段看它怎麼拉回來 看它拉回來的幅度 所以那個過高 我講的都是比較 細微波食物在操作 比較小極速的 比較小極速的 針對這個小極速做一個整理 之前也跟你講過很多次的整理 那個都整理的話 你看它的整理都之前的整理 每次大概建高 短線建高我們都有知道 建高以後它整理 有的是橫台而已 建高有的是橫台整理而已 有沒有 這建高有的是小整理又只會這樣 所以那個你要聽得懂我在講說 不是說昨天好像建高 那是假突破就真的要拉回 不是 小脈動的而已 小脈動的而已 所以我們現在是短線的在應對進退 短線的空 短線的多 短線的空 短線進出 因為它這個地方 我說這個地方大概我判斷 還需要一段時間 還需要一段時間 來回區間震盪 還需要一段時間 所以這樣結構大概很清晰 這個部分 齊全的部分 有興趣認同裡面的 歡迎你跟上我們的腳步 都會歡迎你跟上我們的腳步 這是齊全的部分 好 我們談到個股的部分 老實在個股部分 有些今天殺回來很深 我說有些個股 你要懂得去看說 這些個股能不能買 那有的要建好就收 那其實之前有一些比較活潑 我們收得很漂亮 那最近比較活潑 我們就只專注有一檔股票 6538的倉和 這等一下再跟你談 那比較中大型的個股 目前我們專注在6269的台郡 6269的台郡 我說他應該有機會是主聲段在推動 那這個會不會拉回 也會拉回 沒有錯 也會拉回 可是拉回不是賣點 拉回是要讓你上升 因為這個結構 我判斷他拉回不會升 我判斷他拉回不會升 台郡 6269台郡 今天有沒有有拉回 有拉回很多 不是很多 有拉回 比較明顯拉回 可是他後來也是收回去了 最低來到107.5 107.5就是之前推動那個 細微賣動的 這個細微賣動的這個轉折 這附近而已 還沒到對不對 好 不管 這個地方他這個會拉回 可是拉回以後你看他還是收回去 後來有沒有跌 沒有跌 後來是收幾乎平凡沒有跌 有沒有跌 今天大盤比較不好 可是他這個跟著大盤壓回來 可是他還是能夠能夠上去 6269台郡 因為我說他現階段 他現階段應該是正在 這個山裡面 主聲段的架構裡面 在主聲段的結構裡面 拉回來你要注意去他的買點 拉回來你要注意他的買點 這6269台郡 有跟你比較過一檔 2474的可乘 我說這個就會相對稍微弱一點點 你如果要買他買點 我認為可以再等等 可以再等等 可不可以買 可以買 可以買 我也認定他 應該是可以買 因為他這個地方還在相對低 他還在相對低 可是買什麼價才是重點 買什麼價才是重點 274的可乘 那我們現在這個中大型的暫時 先專注在6269台郡 因為他現在剛好在這個山裡面 剛好在這個山裡面 在這個山裡面你注意他拉回那個埋電 然後注意他拉回那個埋電 好 那自新我說這週限對不對 這一段如果出去的話 你仔細看他這一段 那時候在當下整理 這個就一定不會是高點 然後過去 歸到140.5 那就從116.5上來到 這個一轉回來 一轉回來 我說這個地方就決定 如果是12然後3上去 那就很漂亮 如果沒有他會整理一段時間 那你盤中你要做判斷 那我們昨天也判斷他 可能暫時沒有那個力道 所以我們昨天拔桿 拔桿也很漂亮 先小賺促清 先腳賺促清 昨天有跟你談到節目中 有沒有 那前面有衝到134.5 那我說你這個要壓回來買 你進可攻退可守 他如果真的不動 你隨時出還可以小賺 還可以小賺 那你沒有的話 你不會應對進退 你他今天就打下來很深 頭髮他今天就打下來很深 122 有沒有今天就打下來很深 那他這已經預告他可能要正義的時間要拉長 整理的時間要拉長 8081的自新 有沒有 昨天早盤我就判斷他可能力道不足了 這個要下來 果然他昨天說下來 昨天我們出的很漂亮 就下來 然後今天又下來 今天來122 這樣的話勢必 勢必啦 勢必他要整理時間會拉長 會拉長 其實他營運動力有沒有問題 我一直認為他沒有問題 可是怎麼樣 他的籌碼結構有點需要沉澱整理 他的籌碼結構沒有像有一些個股那麼漂亮 可是他營運動力是漂亮的 沒辦法 他的籌碼結構有一些 有一些沒有那麼漂亮 8081 所以他應該需要 需要還需要整理 其實也是跟你講在前面 昨天跟你談到說 判斷他可能 可能那個要衝那個小組成端來 可能已經不高 所以那個第一時間你就是要拔黨 第一時間要拔黨 拔黨完之後 你看他今天跌下來到122對不對 這個發球權就已經回到我們手上了 因為昨天逢高 獲率出清 我要不要來接 考慮要不要再重新接 這個就整個決定權就在我們了 你如果沒有你套住了 套住了那決定權在市場 你等解套 這個一來一回差很多 這個一來一回差很多 這個是8081的自新 8081的自新 好 好 昌和 剛剛跟你談的 說比較活潑最近有在持續在關注這樣的股票 6538的昌和 這個六央三組成端 這個113不見高你不要追 拉回來 拉回來買 那天18號買他108左右 有沒有 買他108左右 後來他最高有到132.5 108左右 最高到132 這個我們也有逢高拔檔一次 完了以後他又拉回來 所以又衝到141 那要衝到141的話你看 我說衝到141 這個1沒有問題 我們對照之前的定位階 這個1 1在這裡 92 92在這裡 然後拉回一個整個 這個3正在走 這個3正在走 所以那個拉回來 那個時候買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3正在走 這個地方108去買 他衝上去 你可以先拔檔他整理 整理完他又上來 那這樣的話 這叫這個3到底是走還沒有 因為他那個 我昨天因為他 他那個結構還可以接受 還可以接受 還可以接受 那其實他今天也還好 今天大盤不好 他也還漲了3% 135.5 653832 我說他不是亂漲一通的 很多個股投 比較不是說投機 比較活潑的 他的那個後面那個營運動能 都沒有這一檔牆 都沒有這一檔牆 6538這個倉核 他不是 他漲不是沒有道理的 他後面那個營運動能 實際表現的那個數字 漲有他的道理 差不多漲有他的道理 好 那我說這一段 主生罐上來對不對 上來 這樣的結構到底結束沒有 當然這個結構如果刪結束 那他可能會再回來這裡 他整理整理 再來找買點 這個如果能夠出去再推 再一個創高拉回 再一個創高拉回 有那種結構 這個你要釐清 他配合這種磐式結構 這種架構他可能會發展成什麼樣的K線結構 應該其實都要可以平估在前面 而不是事後馬後炮 可以平估在前面 目前還OK 目前還OK 這個是進可攻退口手的結構 就算這個真的是結束在這 這個都還是頂多在這附近而已 他的結構大概是這樣 你要清晰你才懂得怎麼去應對進退 對不對 好 這是6538的倉和 6538的倉和 好 後來講一講新股票 3526的反甲 當然這一組這一組沒有問題 那這個地方整理 也是算高漲震盪 這個道理說整理完 還是要再有一段 第五段 還是這個第五段 這第五段怎麼不見 這邊還有一個第五段 那個圖看到 對… 還有一個第五段 這個一個結構這個結構 這個應該還沒推完 3526反甲 那你在今天時間 節目時間比較有限 改變再講比較多 他那個營運動能 他的營運動能 一直在上來 一直在上來 3526反甲 如果3526反甲 這股票應該有資訊支撐 他這一段再往上再過告 再往上過告 好 這3526反甲 好 時間不太好 我講快一點 6153加1 我說這地方是買點 然後昨天跟他說 這個軌道能夠撐住 其他這個結構 這個高點還會再過 變成一個小九波可抵 一個小九波可抵 6153加1 他沒有跌 他沒有跌 相對是強 他沒有跌 相對是強 6153加1 如果照他之前早就跌翻了 沒有 這一條軌道有效 通過這條軌道有效 這是6153加1 好 時間不太夠 我有些我就不講了 我說個股的部分 你要堅持 持股一定要精選 要精簡 這樣中規中矩的做 通過這樣中規中矩的做 長期你才會是真正的贏家 任總理念的 歡迎跟上腳步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先休息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失智不等于失能 对他们来说跨不出去的是大众对失智症的不了解 共同照护中心是陪伴失智者与照顾者在不同阶段的照顾需求 我们的共照中心与服务据点交织失智照顾网络 请你和我们一起支持建构友善失智环境 友善失智一起找回笑容 不能放弃 不能放弃 提供的部分也是 提供的部分 这个结构短线的部分 食物操作这个结构也很清晰 我说那个结构已经很明朗了 跟上脚步来 提供跟上脚步来有钱赚 然后跟上脚步来有钱赚 我只有出色伙伴 才可以帮助你看到远大的宏图 祝大家操盘顺利 本台的公司与所推荐飞机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业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将要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 优特运通财经台 随喜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破浪有诀窍 进化才有效 黄老师今年多年 破浪理论 首创进化破浪 更胜破浪 宛如阿基米的支点 转动全世界 让您赢在股市的起跑点 军车线27810909 27810909 谁说有钱人不做起货 起货是最佳避选工具 运达投资 02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资 好看能在家啦 即日起身装运达投资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投资 货店022-2781-0909 2781-0909 自从搬进社会住宅 每个月我可以多汇点钱回家 有管理员 有公社 该人觉得处得很好 最重要的是 我要做爸爸了 等孩子出生 还可以申请三房的房型 让幸福住进来 社会住宅